上一课我们在讲 到了十九世纪末 有些人就直接了当地说 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 他们可能造出来的神 有不同的版本 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到1917 他们对这个 造出来的神 比较像一个独裁的君王 要求人绝对的顺服他 波克夫说现在呢 波克夫写这一文章是1930年代了 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可能他们说想出来这个神的符号 是指一个民主的统治者 很愿意服侍他所有的下属 随着潮流嘛 对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欧洲都是很多的君王 王帝统治的地方在打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面对的希特勒 美国这种民主的理想是很吸引的 好 接下来看下面 孔德 是四页 自从孔德的日子以来呢 有些人呢 就把上帝就说成是 人类的社会秩序 就是社会或者是理想的社会 而去敬拜这个的理想 有一些呢 叫做social theologians 这些已经 已经过时了 这个潮流都过了 神就是社会的秩序 还有伯格佛说 最新的心理学家 那当然这里所讲的 最新的心理学家 就是弗洛伊特 荣格等等 他们呢 心理学认为呢 上帝这个观念呢 是人心目中的投射 projection 投射 而在人类的早期 或者一个人小的时候呢 人呢 有这个倾向去 把他自己所经历的 形象化 然后又认为 这些的经历 那个形象呢 是有位格的 所以呢 上帝 把话说穿了 上帝是一个幻觉 illusion 不过呢 在某一个阶段呢 是有用的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时代要来临 上帝的观念呢 就不再需要了 上帝是原始的人 小孩子 幼稚的孩子所需要的 上帝是幻觉 那这个呢 一直来是一百几十年来 心理学的 特别是弗洛伊特派的 心理学的 最重要的一个的信念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心理学怎么样的 在影响教会的辅导学 教会的教目辅导学 十五页 中文是十四页 下面 那举些例子 Royce说 上帝就是群体的 人群的 临在精神 G.B. Smith 上帝就是 人类社会里的那种的素质 支持 人的 属灵的 追求道 丰富 人的 属灵的 追求道 E.S. Ames 上帝就是 人类的 人类在成长中的 社会秩序里面的 所有的关系的总和 G.B. Foster 神这个字是一个象征 是指宇宙 in its ideal forming capacity 宇宙呢 有这个能力 让一些的理想成型的 上帝就是这个 的代表 Shayla Mathews 上帝是我们的观念 是从我们的社会经验 搞出来的 是什么的观念呢 The personality involving and personally responsive elements of our cosmic environment 就是我们宇宙 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那些 让我们的人格进化 又是有位格的 来回应人的 这个宇宙的素质 或者宇宙的因素 总之呢 把上帝讲的 完全都没有什么位格的 就是宇宙 就是社会 就是那些滋润 滋养 人进化 进化进步的那些的因素 宇宙对人很好的 这个呢 很像新纪元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新纪元 后现代的 21世纪的新纪元 和19世纪 从斯莱马赫所发展出来的 自由派神学 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什么来源呢 梵神论 斯莱马赫是梵神论的 新纪元的 这些也是梵神论的 梵神论就是上帝就是宇宙 那上帝既然就是宇宙 那宇宙你讲来讲去 它是非位格的吗 所以什么宇宙 支持人 丰富人 自认人的进化 等那些的因素 肯定是没有位格的 好 所以当然这种的神 是没有位格的 是不能满足 人心灵里面 最深处的需要的 好了 现在我们讲完这一大段 这一段是讲什么呢 讲 这种的错误的神观 事实上就是否认了 圣经里那位真神 我再说 错误的神观 事实上就是不相信 圣经的真神 那这一章呢 第一大 C第一大段就是说呢 无神论呢 有一些是绝对的无神论 或者是不可知论 Atheism Agnosticism 但是呢 假如把神说成是与圣经 的神是完全不同的话 那就等于是无神论 好了 下面呢 第一 我们这一章呢 神的存在的第四 最后的部分呢 就是要介绍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至少有五个 有的人说有六个 尝试去证明神的一些的论点 我先介绍 我先介绍范泰儿 对这些的论据的批判 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思想 都要从一个出发点开始 就是人是自主的 人是离开上帝独立的 好 所以一个自主的人的理性 他会去推理 推出五个六个不同的方法 来证明神存在 而 这些的证据 这些的论据 最大的毛病就是在这里 是人的自主 那我们现在来听 这五六个不同的论证 你首先记得好 这是范泰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看见 是因为人的理性是自主的 所以这些的论据呢 自终是靠不住的 很多人呢 想用逻辑来推翻 这些的逻辑的推论 逻辑推逻辑 表面上可能有点点的帮助 但是归根究底 是人的自主 导致这么多问题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最难明白的 你明白这个下面就很 就很 很顺畅了 本体论或者行 行个上去 你看本体论的论据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我们来读这个字 ontological 来 ont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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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字是形容词 那名词呢 就是ontology 我们来说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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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伯克夫呢 只用两句话就讲完了 我会用多几句话的 这个呢 是 安斯伦 Ansem Ansem 想出来的 我先讲伯克夫说什么 伯克夫说呢 安斯伦说 人啊 有一个绝对的 完美的存有者的观念 第二 而一个存有 存在不存在呢 这个是 俗性 存在是俗性 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呢 第三 因此呢 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 肯定是存在的 我再说一次 人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的概念 而既然 存在不存在 这个是完美的 完美者的俗性 应有的俗性 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俗性 那这个本身是一个错误 从 从这个古希腊就有的 因此呢 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者 是存在的 好 简单的三句 我把它再 elaborate再解释 再讲一次 安瑟伦是这样说的 conceive of a being 请你想象一个存有者 或者一个存在的东西 一个活物 conceive of a being 你想一个活物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宇宙没有任何的存有者呢 是可以被想象为 比他更大的 我再说一次 你想象一个存有者 一个活的东西 宇宙里面 不可能想象任何活物 比这个活物更大 这个是第一点 conceive of a being 想象一个存有者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比他 不可能想象任何东西 比他更大 第一点 第二 好了 现在 now 这个being 这个存有者 就是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这个存有者 就是说在宇宙里面 没有任何的存有者 可以想象为 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存有者呢 exists in your mind 在你的思想里存在了 刚才叫你想吗 你想到了 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了 对不对 第三 可是 i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exists only in the mind and not in the world then it is not the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假如这个活物 就是说 宇宙里面 你不可能想象 有任何东西 比他更伟大的 这个东西 只是存在在你的思想 而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呢 它就不是那个 宇宙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被想象 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东西了 听懂了吗 再说一次 第三点 假如 这个存有者 就是宇宙里面 你不可能想象 任何东西 比他更伟大的 这个东西呢 只是存在在你的思想 而不存在在 世界里的话呢 它就不是 那个存有者 就是说 宇宙里面 不可能想象 任何东西 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存有者了 三a 因为 because the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must exist both in the mind and in the world 因为那个存有者 就是宇宙里面 不可能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 那个东西呢 肯定又是存在 在你的脑袋 也存在在外界 才算是最伟大吗 因此 第四 因此宇宙里面 有一个存有者 存在的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被想象 伟大跟伟大 那个东西呢 是在你的思想里 存在 也在外界存在的 4a 神存在 God exists 听懂了没有 我没有问你 你有没有被这个 说服 我先问你 听懂了没有 就是伯格夫所说的 人有一个 绝对存有者的观念 而存在不存在 是完美者的 属性之一 而且这个存在 要在思想外界 都要存在 所以那个绝对的 完美的存有者 肯定又是存在在 思想也存在在外界的 因此神是存在的 明白了吗 好像变莫属一样 变得出来是吧 那请记得 范台尔的批判是什么 首先人 当自己的理性 是自主的 取代了上帝的权柄 所以他就可以 想各样东西出来 好 我们先来看 伯格夫的批判 伯格夫这样批判的 他是第一 很明显的 我们不可能 从一个抽象的理念 而来证据 这个理念 真实的是存在的 我们有一个神的观念 这个事实呢 并不证明 他客观是存在的 这是第一点 伯格夫的批判 第二 不但如此 这个论据呢 他假设 在人的思想里面 已经存在着 这一个对神存在的知识的了 我再说一次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批判 他说 这个整个安瑟伦的论据 假设 人的思想里面 已经知道神存在 而整个论据 就是要证明神存在吗 但是他已经先假设了 人思想里面 有对神的存在的认识的 那你怎么先假设了这个 然后去证据这个神呢 康德 是完全不接受这个论据的 但是黑格尔呢 是非常接受 记得吗 黑格尔是一个 搞一个空中楼阁的 一个 就是违心主义的 那 伯格夫说 你 心目中有这个东西 不等于是 在外界存在 那这个批判 这一点 你心里想到的东西 不一定在外界存在 是按照 怎么样的标准来定的呢 我说 是按照实验主义 Empiricism 洛克的 当然我们今天 都接受这句话 你心中思想 不等于是 在外界存在 但是这个不能够去 打破 安瑟伦的这个论据 因为只不过 或是一种的 有限的人本的宇宙观 去批判另外一种而已 所以比较 那下面那句话呢 第二个批判 就比较有利一点了 人尝试去证明神存在 但是又要人去想 一个很伟大的 传球者的观念 所以就假设了 人里面已经知道神存在 所以不可能用它来证明神存在 那这个呢 在哲学上比较高明一点 最高明的是说 人是离开了上帝 离开了圣经 来尝试去证明神存在 人的自主 人的理性的自主 才是问题之所在 当然这种的批判呢 是世界上的人不接纳的 但这个才是真正的批判 有其他的维新主义者呢 他们会把这个本体论的论据呢 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 好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好 第二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字 读两次 Cosm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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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页 Cosmological 这个字呢 来自一个名词 Cosmology 这个Cosmology 就是宇宙观 或者宇宙论 Cosmological Argument 的意思就是说 万物 就是说 所有存在的东西 都有它的成因的 都有一个足够的成因的 Adequate Cost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整个宇宙肯定 要有一个成因来解释 它是从哪里来的 而这个成因呢 这个因呢 就肯定是无限度那么大 好 下面呢 有些批判 第一是Sumo的批判 Sumo是谁 他是实验主义的 怀疑主义者 他是18世纪的 苏格兰的哲学家 他就是说 每天看到苹果掉下来 不证明任何定律 你只是看到苹果掉下来 一千一万次而已 你只看到 个别的印象跟资料 没有定律的 好 Sumo呢 他完全怀疑 因果关系 苹果掉下来 就苹果掉下来 你掉一万次 一一次 都没有因果关系的 没有 哦 看到了 万有犀利 没有的 gravity 看不到 所以呢 你说宇宙里面有成因呢 对它根本没有意义 他不承认 任何东西有因 有成因 二 康德 那康德 刚刚是在 Sumo之后的 康德说 假如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东西 都有一个足够的成因的话 那神也应该有才对啊 所以这样子呢 就无限度的往上推 这是康德的说法 所以你看到康德 信不出那个神 不是真正的 无限的神 第三 就算我们接受这个论据 并不表示说 宇宙肯定只有一个成因 而且是一个 有位格的 绝对的 是无限的 有成因 所以呢 并不能证明 神 圣经的神存在 你只不过说 宇宙有成因 那 所以呢 另外有一位 哲学家 波恩 巴胀 他说宇宙呢 就是物质的宇宙呢 好像是一个系统 他里面的部分 是彼此互动的 所以他是一个整体 彼此互动的整体 因此呢 必须有一个 使所有的部分 合一的 一个的 能力 或者是一个什么 成因 来 卸调 所有不同的部分 和它们的互动 或者说 就是宇宙里面 宇宙的 存有的 根基 Ground of being 这只不过把 因果关系 用不同的词汇 来表达 第三 Teleological argument Teleological argument 今天有新的版本 是基督教人士 搞出来的 在美国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Teleological argument 这个也是一个 因果论的 一个的 的论据 伯格夫这样说的 他说呢 世界每一个地方 都显示了 智慧 秩序 和谐 目的 因此呢 暗示着一个 有智慧的 有目标的 存有者是存在的 他是有足够的能力 去创造这个世界的 那让我 用 就更白 更明白的话来讲 有 十八世纪 某一位 哲学家这样说的 他说 比方说你去 森林散步 你偶尔在 森林地上 捡 捡到 一只钟表 那你就肯定 假设这个表是有 设计师设计的 同样的 宇宙就显示了 这种的 好像钟表 一样子的 智慧 秩序 和谐 肯定有目标的 所以肯定有一位 设计师 或者是创造主 创造这个世界的 康德认为呢 这个是三个论区里面 最好的一个 可是呢 康德仍然觉得 这个是不证明 神存在道 只证明 一个伟大的设计师 在塑造这个世界 比前面那个 因果论 或者宇宙观那个 好一点 因为呢 他清楚说了 前面没有说过的 就是说 宇宙中有 智慧和目标的迹象 因此呢 就导致呢 应该有一个 有意识的 有智慧的 有目标的 存有者是存在的 但是呢 并不一定 说这个 有智慧的设计师 就是 创造主 就是上帝 下一节呢 我们来讲 道德论的论据 还有其他的论据 我们来讲 谢谢大家